Hello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牛頭角 要體驗一些從我都未體驗過的東西 見到我今天這一身的造型打扮 好奇妙 好古裝呢 對呀 我們今天來玩這個劇本殺 就選了一個古裝的劇本 其實我們來玩劇本殺 最大的目的都不是玩的 我們是… 為我穿古裝 對 對呀 我們呢 差不多兩條街就到了 待會再說吧 嗯 拜拜 拜拜 這次這個是紅超圓 是一個古風情感本 是不是全部都是第一次玩劇本殺的呢 對呀 非常之好 因為這是一個新手本來的 好 整個體驗就會偏向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有時候有些古風本 他會很文言 好像文言猛一樣 但這個相對地白話一點點的 當然也會有空暗的 但是有空手會有人死了的 我們需要盤他出來的 但是這個是相對地容易一點點的 還有呢 由於是情感本的特性 所以是想你們去享受那個人生 就是去理解他為何要這樣做 去感受他的喜怒哀樂 就多過去抽那個空手出來 那尤其是呢 如果那個空手是你的心上人 你絕對是可以包庇他的 然後如果你再傳一個是空手的人 你絕對可以摸死他 不可以包庇佛的 即是那些阿哥那些 那些不知道 那些沒有阿哥那些 包庇佛 那或者你們有沒有 怎樣會接觸到這個平台 其實 看見有朋友玩 哦 但是為何你們會選擇星星版 我們本來是想玩一些 就是三個情侶一起玩的 還有想有得穿古裝 或者其他氣服 你們是比較喜歡古裝 還是 純粹有興趣而已 OK 明白 是的 還有雖然這個 他也算是小小的情侶本來的 但是也不得不說 是有機會 你們現實中的男女朋友 是會和戲裡面的其他人 是會有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成人 大家都理性的 這件香港發生的事 出去就完結了 我沒什麼過分 不知道什麼是本選人 是劇本選你們 Hello 你換衣服了 我是公主莊 我是將軍 終於收到他做兵了 你看他們兩個已經很興奮 沉醉了在那個世界上 剛才有人問到 是否會哭 其實成一本哭是很正常的 但哭不出也不用迫自己哭 有人想哭的你都可以儘管哭 我們有自己提供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 其實我玩了90個本 就是我90個劇本 有80個是成一本來的 我的經驗是 都幾乎哭得很脾氣 所以哭是沒有人理會的 還有製作和補充一些劇本的你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剛才也說了 是不可以在人家裡問的 還有就不要亂揭 我會提示你們什麼時候要揭的 還有就是有機會有些隱藏的任務 就是叫你們隱藏的東西 那你就不要很快地讀了 我要隱藏這個 隱藏任務 這裏有三個隱藏任務 這裏沒有女士是男人 這裏真是全靠空間的 所以隱藏任務就不要這樣說 尤其是兇手那些就不妨礙 但是我殺了人 知道嗎?兇手 兇手 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要記住 這是一個中國古代語 所以就盡量不說外語 任何的外語 包括最多人犯錯 就是這個OK 沒有犯錯的 如果犯錯的話 好的 好的 試得好的 試得好的 如果犯錯的話 這裏我賦予公主一個權利 你聽到任何人說外語 就能令他立即掌嘴 公主 就是公主的聲音 對 然後自己說的話 就是我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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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冕儀式開始 你整個人都在爬低 在爬低 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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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感受 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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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看劇本時間 大家也很專心地看劇本 本朝文武以赛中马首示战 以京城内部也流言四起 时空转换,众雪纷纹 无数难言的天机造化 最终都被朝代更替模糊了形状 过往的声音也逐渐沉活在历史墙河里面 但闲尼无趣,听空里面老人讲起那段过往 依旧是晴朗和灰暗的轮回 隐紧和陶刀的互换 红尘慢慢怒,看尽繁华处 但最后越上柳梢,曲终人逆散 离人心想秋,爱恨两难 我们现在演绎小剧场 此时,蔡希澤回到屋里面招呼众人入座 身边还跟着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看下去三十有余 一身绿色的锦袍 身上没有任何的装饰 显得十分精明干练 这位失陪失陪,今天来府上的人太多了 而府上的老管家前排染病去世了 家父怕家丁失礼,就等我和小妹在府前跟大家打招呼 旁边这位是我老管家的侄 接替了他叔叔的位 今次趁着家父受宴的机会,就让他来京城里面 认识一下这些特观权贵 这么多位大人 小人是黄平,是这个承尚府里面的新管家 今天这么多位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尽管吩咐小人 如果有什么招呼不到的地方,都请各位多多包含 小人,借这个机会,都斗胆问一问朱伟的身份 起码逢年过节,都可以去这么多位府上送礼陪我筆使 本公坐下来,是当朝的长公主,黄管家今天受累了 小人黄平,求见公主殿下 能够服侍公主殿下,我荣幸都来不及了,还怎会累呢 公主有什么事,即管吩咐小人一定会全地照办 是,是的,公主 哦,免礼,不要推出,即是公主 在下当朝状元常在清,亦都是下来的丈夫,黄管家又来了 哦,原来是驸马爷,小人拜见驸马爷 如果有什么招呼不到的话,都请驸马爷见莫怪莫怪 黄管家严重了,看来今天承尚府崩下,滔滔不绝 黄管家辛苦了 在下苏母,黄管家又来了 哎呦,你就是那个苏老将军的儿子 是新的镇国大将军,真是年轻有为 我们家的大公子,总是跟我们下人提起你 说你勇半三军 黄管家严重了,我苏母不过只是朝廷兵杖里面的其中一员 要说到勇冠三军,那都是仗士的台外 哈哈哈哈,黄管家你说得对啊,我这个兄弟不过勇冠三军 而且欠信有礼,今天一见我所言不虚霸 是啊,大少女真的说得很对啊,苏小将军他美名羽羊 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 黄总监 是 小女陆考仪,是公主的贴身侍女 贴身有礼 哦,陆姑娘,陆姑娘,不必趋劲 姑娘淡眉雨,沉水,浴肌半清风 未知可否分配啊 小女,何不曾有过分配 哎,一上来就问别人这些问题,害不害臭 考仪姑娘是我们落地姐姐身边的人,不要打她 哎,大小姐,不会啦 小人都只是见到这位姑娘生得清瘦来问,才是很一问的 哼,你们扮死了 难,难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搞到这么见爱 宋慕哥哥,你知不知道,我经常都在学礼数 我不学,他们就要打我 啊,公主啊 嘿,希月这个丫头,还好像小时候那么可爱活潑 哎,公主见笑啦,希月不可礼 不可无礼,不可无礼 我不理,我们几个难得相聚 我们最辛苦在外面丢夫人 我们一起玩小时候一起玩的游戏 带上青者夫,还有考仪姑娘一起 哦,那我认为这么多位,都好久没见了 就等小人帮你们回忆一下以前玩过的游戏 我们一直玩就等到东西啊 你们小时候一起玩的 有时就会去池塘啊 那些地方基本上去什么地方玩都有的了 这样呢,我们现在玩这个游戏叫做 一只青蛙,跌落水,懂 应该是没有人玩过的,是不是 不要紧要,我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这样呢,是我们轮流说的 例如第一位说一只青蛙 那你说跌落水,懂 然后呢,就按数据加上去 那就变了两只青蛙 因为是两只,所以你要说两只青蛙 跌落水,跌落水,懂 懂 然后很流 之后呢,就如此类推了 三只青蛙,三只青蛙,三只青蛙,三只青蛙 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 接着呢,懂 是的,如此类推继续 那我们数多看看加上有多少只青蛙 我也差点破戒了 对不对 好,这样呢,我是不计算再久的 所以,考完之后呢,就会变回欺诈 好 好,这样我们也是老规矩 由公主开始先 那你可以选左边或右边的 右边 嗯,是,你开始先 一只青蛙 跌落水 两只青蛙 跌落水 错 你要说两只青蛙 两只青蛙,两只青蛙 跌落水,跌落水 好,接着就是大小姐,你开始先 重新来过 对了,重新计过 黎明开始 嗯,一只青蛙 跌落水 懂 两只青蛙 跌落水 跌落水 懂 三只青蛙 跌落水 懂 懂 四只青蛙 四只青蛙 跌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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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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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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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看大家繼續,我沒有說話 是星星來的 大姐姐 一隻青蛙 跌落水 兩隻青蛙 跌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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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青蛙 三隻青蛙 跌落水 跌落水 兩隻青蛙 噢 太大了 太大了 傅馬爺出局 但是我們的遊戲會繼續去 所以你們會自信去防止 傅馬爺繼續進行 這樣 你自己自行防止 因為公主要在角度考驗 好 好 好像爛了 對 很爛的 然後現在是考驗開始先 哪隻青蛙 跌落水 跌落水 噢 兩隻青蛙 跌落水 跌落水 董 三隻青蛙 跌落水 跌落水 董 董 四隻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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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落水 跌落水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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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靜 的 你自己對不對 痛 現在來一點 newly 是你啦 好,那就先開始 一隻青蛙 好 兩隻青蛙 最後就是大小姐成功 我們桃仔只有一個動員 好,這樣 我先,你先 一隻青蛙,兩隻青蛙 兩隻青蛙 好 OK 這是什麼座合理 好 明白的話,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再行守正 所以我們都會由位置高低 所以一樣都是由我們的長公主開始 這樣有什麼人呢? 我們由你們再坐這麼多位 你們六個人的線索 自己是不可以守的 還有下人的話 有賽中的房間,屍體線索 和經成的傳聞 加上可以選三張 你想選幾張? 我拿過來給你看 下人的話 賽中房間,屍體線索 經成傳聞 和你們六個人的身 開心 好,那你們現在可以公開線索 是公開的還是怎樣 你需要隱藏的,你就隱藏 一張最多 即是我先說的 無所謂 屍體線索 有 好 這個時候,順平身帶著一班官兵 臉色陰冷的看著你們 和之前你們好像兩個人 你們很大的狗膽 連我光國養的狗都敢殺 今天,留在本裏只有你們幾個 你們把殺了賽中的人交給我 要不然你們全部都要死 和你疏了 和你疏了? 快 和你疏了 和你疏了 快把我們放開 大公子 我再說一次 我叫順平身 我想大公子現在你心裡都很高興 總算是為你良心報了手 但是那個賽中 對我們光國都還有用處 今天他死了 你們不交我一個人 誰都想著可以活著出去 想不到,真是你 那天在朝堂之上 我就應該請明聖上殺了你 以絕後患 哎喲,我們的狀元 總之是這樣 何必當初 我想你現在都未知道你 你現在身邊那個女人 她 就是為了當初你自愛那個女人 一家的兇手 想起來都真是無恥 我想你應該都未發現 綠色瑤,她還未死 而且她一直都在你身邊 每天看著你和另一個女人 在那裡如膠刺臭 你龍我龍 你說什麼 師傅還在山 她在哪裡 你跟我說清楚 宋平生 你不知道我是長公主嗎 你還不放了我 是不是想讓你們兩個開戰 哈哈哈哈 長公主 我 嘿 我們細節最想殺的人就是你 你記不記得那天 你是怎樣圍拿我們江國 開戰 你問一下你這個廢柴弟 他敢嗎 坐下來啊 你以為你控制到常在青 來蘇澳 一文一母 就算是完成了你對你父王的交代 看下你這個廢柴弟弟先 鳳平生 你回去跟你的細節說 如果不服的話 我們在戰場見 不要做一些透計魔狗的事 蘇大將軍 你真是覺得 我們江國的將士圓 夠你的膽嗎 如果不是我們細節不想身靈逃亡 百姓留你失所 你以為你在邊疆那個小小的兵力 可以抵擋得住我們江國的鐵體嗎 將軍你熟讀兵法 不會不知道有句說話叫 兵不血印嗎 蘇將軍 我們細節就很想吃你的能力 不如考慮一下 加入我們江國 我們可以保利蘇家細節 我屁 我蘇母是聖上的 親公的鎮國將軍 就算我戰死 我都不會背棄我的國家的 看看你 除了我們大小姐嚇到那樣 大小姐 我想你有所不知 要不是那個賽中要你嫁給細節 是因為很多年前 你曾經救過我們細節 那個時候細節已經對你有愛慕之意 細節之心牽離可鑑 大小姐 有個考慮 我不敢 如果你們細節真的愛我的話 你就跟她說 將我們放了她 這樣嗎 那就樹難長命吧 巧兒 我要你拿到的東西 拿到沒有 宋大人拿不到 巧兒 不要忘記 當日是誰救了你的 細節叫我帶他的說話給你 當年殺害你全家的 就是楚國的皇室 你好自為之 人你把你的房子 和我全部圍住 將這幫人 和我全部捉殺入天龍 你們的小皇帝已經投降 我們公國已經控制了你們景潮皇室 奉世之殿下之名 立即將楚樂離 常在清陸巧兒宋無蔡希澤彩戲院 壓入大陸 一拜天地 三心石上恩元記 拜 二拜高堂 子孫滿堂 遙早上 拜 夫妻交拜 白頭到老 水水長 可以揭起你們 明天地面心的人 諸位 是不是接心的那些曲 彈得實在是太悶 令到那麼多位都忍不住 睡了個覺呢 那麼多位 好像都發了一場大露似的 初吻我得色 曲中二 後來 如是 曲中二 探望 曲的紅超遠 能夠令到春光靈白 人生苦短 則色所愛 相遇 是緣分 時間為梅 青春為拼 麗成 有生之年 感謝相遇 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為各位 再演奏一曲 每個劇本都是一場人生 你們是今天這場人生的主角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我是公主 多謝大家來到Wolf Lab 體驗紅超遠 期望和你們 在下一段人生再相逢 多謝 謝謝 你們的感覺如何 是 或者 是 你試過第一次 你不錯 第一次 不錯 不過有一點點叫做 擺得位 就是 我們搞不像廣東話錄音 如果我們會錄廣東話 會好很多 那就沒辦法 有時它普通話會好一點 普通話可以配上劍擊的聲音 就是這樣 Hello 我們回到家了 玩了一天散光 正 很棒 你覺得這個劇本很棒 主持很棒 衣服很漂亮 劇情也不錯 不過可能因為新手劇本 路線有點單調 我聽說 原來有些複雜一點的 有幾個十幾條分支線 即會有不同的結局 對 我們這個應該只有一個結局 還有今天也挺神奇的 因為我們沒有刻意去選擇角色 但就 緣分安排之下 又不知為什麼 我們每個人選擇角色 又多配合那個人 是啊 對 你是不是也有興趣 下次繼續玩 是啊 我想玩 我們已經在研究 下一次玩什麼劇本 對 不過下次可能因為 有些劇本的人數多一點 我們要繼續追求別人 來隔我們的群組 今天先到這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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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